- 财经急诊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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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财经专家莱恩老师 - 莱恩老师好 - 财经好 - 财经好 - 全国投资源我们大家好 -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 - 台股四利多 - 克武穷魔咒 - 投资人如何把握 - 台股有一个魔咒 - 武穷六绝 - 七上吊 - 八寒九章 - 十呢 - 长孝 - 这句话有没有根据 - 有吧 - 有吧 -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- 在整体上 - 在整体的一个趋势来讲 - 我们把它区分为大概四个架构当中 - 我们就整理这个整体的 - 最近的一个新闻时事当中 - 未来趋势走向云端 - 那为什么 -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- 亚马逊过去两年来 - 报酬率约100% - 五年来报酬率517% - 十年达到2300 - 二十年来到2100左右 - 你会看到巴菲特 - 波克下表示 - 亚马逊能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- 这个重点就在于云端服务 - 仍然在初步的发展阶段 - 那线上零售也是 - 什么是线上零售 - 包含我们这样很夯的那个 - 网购 - 包含电商也是一样 - 是 - 那你本身有网购经验吗 - 一定有 - 一定有 常常女生都喜欢 - 在网路上买 - 网牌买一些东西 - 对不对 - 你看他每股曾经来到1900美元的股价 - 但重点是巴菲他很聪明 - 他早在350元美元的时候 - 就已经先买进什么了 - 亚马逊了 - 对 - 当然一定要逢低一些买进 - 也认为当时的价位是最高点 - 一般投资人 - 当时也是以为当时是最高点 - 是 - 高还有在更高 - 那你看波克夏 - 他买进亚马逊的时候 - 替全球科技类股 - 那个注入强新增 - 那我说波克夏 - 他对苹果的热忱依然不变 - 他从以前到至今为止 - 有不改变 - 当然 - 好我们看下张纸包 - 这是我们近期来 - 那个亚马逊公司 - 现在目前的股价位 - 你看来到哪边了 - 一千多 - 一千九百五十 - 而且是美金 - 美金 - 一千九百五十 - 对啊 - 如果是三百五十五百有多好 - 那这个一定逢低布局的概念 - 好 这是一般我们消息上面的一个看法 - 是 下张纸包 - 谢谢 - 光学镜头大厂大立光 - 大不陌生 - 那最近4月 - 营收量源 - 那你会发现他4月份营生充上50亿 - 那近创半年的新高点 - 那也是历史以来月增率增加27% - 年增率44% - 那累计4月营收高达100多亿 - 那年增率20% - 那你会发现 - 其实大立光从过去到至今为止 - 它的营收 - 跟它在整体的一个股价反应 - 它其实是城镇比的 - 它其实城镇比 - 它营收亮眼的时候 - 它股价特别的优渥 - 非常好 - 但你会发现最近现在目前是走五月 - 五月是什么 - 投资人要缴税 - 报税季 - 报税季 - 那有没有这种说法 - 报税然后大股庸 - 卖股不要去缴税 - 没错 - 甚至说五月份跟六月 - 也是我们电子业的淡季 - 因为一般通常电子业 - 出货季来自于Q4 - 出货季比较多 - 对 - 我现在营收主要成长 - 受费盈看 - 我们一般的客户 - 它们主要是从过去 - 旧机种到现在目前新机种 - 处置它整体的一个所谓营收一个推称 - 好我们向上自保 - 好我们从技术线图 - 来看待整体的盘面 - 我们从大立光角度 - 日线的审视来看待它的形态 - 你会发现前波的头肩顶 - 它的福尔过多 - 有没有最高处 - 迫使近日指数横向走牌 - 那么虽然五月的营收亮眼 - 大概差不多你看 - 但投资人也要谨慎中高部位的一个 - 箱庭反压处 - 并注意在4325重要的景线支撑 - 各位可以发现中位跟高位的地方 - 其实福尔套的非常非常的多 - 你说现在目前因为五月营收亮眼 - 有所造成出 - 现在目前的指数横向走牌 - 那有所抗跌 - 可是投资人也要非常谨慎 - 不排除一个大利空 - 那就形成一个多重一个顶的部分 - 好 我们下张字卡 谢谢 - 美股行情逐渐攀升 - 美股三大指数三日起步开高 - 道琼指数五后一度急弹227大跌 - 中长以小红做收 - 但仍然走扬197 - 标普纳斯达克各涨1%到6% - 你会发现其实在美国 - 在整体的四大指数 - 它是全面上涨 - 是 - 那在于我们讲08年的金融风暴到至今为止 - 其实只要美国一旦创成 - 它就是如图虹干嘛 - 一只标 - 冒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- 它就是一股作气的一路往上松 - 没错 - 于创新高 - 没错 - 所以其实这个包含 - 我们在整体 - 这个创新高一个契机 - 包含从失业率角度来看待 - 它其实在针对升级上的可能也会影响到整体台北股市的盘面 -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资报 - 谢谢 - 好 这是今天我们谈论到的重点 - 中美貌 - 对 - 这个吵得沸沸扬扬扬扬 - 但其实好像今天来讲的话 - 盘面上已经是 - 台股还是相对多头 - 对 - 台股多头 - 那是现阶段的短线看看 - 那为什么 - 因为你看中美貌机 - 其实你看川普一句话 - 那新闻 - 吓死人了 - 新闻跟主力他们就有题材可以干嘛 - 去做这样 - 所以他们是也可以借机操作 - 对 这就是借力使力 - 借力使力 - 是 -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- 其实你看 - 这种主要是第二点 - 针对于说 - 你看他从10%提高到25%的关税 - 其实你看 - 这个东西是有点变相是恐慌性的一个恐吓 - 但是幕后的一个说法 - 跟他们实际的一个 - 这个 - 对啊 - 有可能这只是烟雾档而已 - 没错 - 实际上操作也不敢这样子 - 没错 - 真的去做这件事 - 好我们从下张志望看待 - 你看整体那斯达哥即将创高 - 有没有 - 那未来航行好与坏 - 下张志卡 - 谢谢 - 我们从08年金融风暴角度 - 这是一个小小payball - 一个技巧 - 分享给大家知道 - 从MA50来看待 - 他破前低之后 - 他如果只要破MA50 - 他不破前低 - 他就必然会有高点 - 这是一种惯性 - 只要多头结构不改变 - 那他在整体的方向就不会改 - 一步一步的攀升上去 - 各位各位稍微看一下 - 下张志卡 - 谢谢 - 从今日周线的角度来审视 - 你会发现指数即将屡创新高 - MA50跌破距离 - 反空出大概落在25000上下的一个位阶 - 角度上似乎还有一点空间 - 近日内回撤50 - MA破滋升恐怕形成中长空 - 三寸头不返压 - 近日波段创始上高点 - 没人知道宇宙高点到底在哪里 - 对啊 - 那底部呢? - 底部 - 底部我们知道 - 因为他曾经来过 - 底部曾经游泳过 - 已经有了 - 顶部我们不知道宇宙边际到底有多高 - 所以公三万都有可能 - 下一张谢谢 - 一万一千 - 我们从一万一千的前波高点 - 一万一千两百七十的前波高点来看待 - 结构上形成一个多重点的头部 - 我们从技术形态角度来审视去年十月份 - 到今年一月走来的沙多的一个重挫心里面 - 最低来到九千三百一十九 - 起涨到现在指数未接 - 想必有几套筹码的卖压 - 包含就是新进草短资金的涌入 - 或许工坚前破一万一千两百七十最高数 - 障碍结构上想必会有带大量 - 整体的长多架构上面是乐观的 - 反之指数如果不小心回社的话 - 空头反压处满足一万五的满足未接 - 那也意味着形成到V以及M头 - 超大多的一个反压 - 以上观点就分享给全国投资朋友分享了 - 感谢莱恩老师精彩的分析 - 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得意犹未尽 - 如果还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话 - 可以继续持续关注我们财经纪演示 - 也可以到我们的里洲教育学院脸书按赞 - 财经纪演示下次见 - 拜拜 - 拜拜